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九岁那一年 我家住在香港西营盆第三街娱乐里 一栋三层高的旧堂楼 六十年代初 其实生活都很贫困 一家几口放在几十尺板间房内 一屋多户只能共用厨房和浴室 环境相当恶劣 我们的父母都要出外谋生 早出晚归 家里的小朋友 由大的就看着小的 那个年代 西营仔都听教听话 懂事生成 大仔大女就成为半个父母 照顾弟妹妹 打理家务 我就是其中一个乖的小朋友 一日下午 我背着一岁多的小妹 拖着四岁和六岁的妹妹 还有后面跟着三多个小邻居 我就好像统带她们去附近的小公园玩 刚刚离开了门 然后住在另一栋木楼的小女孩 看到我们这么高兴 这么热闹 就要跟着我们一起去 我不记得什么原因 我们不侵她玩 结果令她很生气 我又不记得了 为什么她突然间手上 会拿着一只死老鼠 我记得她捉住这只死老鼠的尾巴 不断打转 而且很大声地威胁 站在前头的我说 如果你不跟我玩 我就将这只死老鼠钉过来 其实我一向很怕老鼠 她这样一说 我就云飞拍散 但是又不甘心 屈服在这个恶势力之下 还要保护这些小流浪 我真是 不知在哪里来的神勇和胆识 很迅速地在地上 撿了一块小石头 就向这个恶妹扔过去 一扔就中了她的额头 她立刻扔下死老鼠 掩着额头 一路哭就一路走 我当时怕到全身都震了 我又想了很多东西 令我很害怕 这个恶妹 会不会被我扔伤我额头 她就死了 她的家人 会不会叫警察伯伯 拉我去坐牢 想想想 我再没有兴趣 去和这些小流浪玩了 带她们回家 我吩咐她们 千万保守着这个秘密 如果我妈妈知道就惨了 我一定会让她吃一餐 腾线炖猪肉 黄黄恐恐地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 到了过晚的时分 家家户户的父母都陆续回家了 我妈妈就在厨房煮晚饭 突然间我听到很大力的敲门声 我在板间房那里听得很清楚 你这个大女儿用石头扔伸我的孙女 你看一下 她的额头又羽又肿 嗯 我认出这把潮州话的声音 是岳妹的妈妈来的 哎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这个臭女包 我妈不断在这道歉 不断在这陪不使 最后我听到闪门声 塞缩在房间里面的我 怕得好像将要行刑的罪犯一样 妈妈打开了门 望我一眼 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女儿不会欺人的 肯定是她的孙女蚁 哎呀真是风回路转 我竟然无罪释放 我真是多谢我妈妈 明察秋毫了 儘管这件事隔了很多年 又儘管 妈妈在我成长当中 留下很多负面的回忆 但是这件事 我就给妈妈100分了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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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on Air》